台湾演艺圈近年来弥漫在一片幸福甜蜜的氛围里 在林心如和霍建华 以及和润东与伴侣前后完成终身大事之后 性感女神舒奇今天也宣布点头下嫁给冯德伦 两人今天通过环亚传媒集团的媒体总监梁耳文公布喜讯 附上八张甜蜜无比的婚纱照片和结婚启示 简单对外交代婚事 启示中新人甜蜜喊话声称婚事从前礼服随性 也不会举办婚宴或派对 两人在相识二十年和相恋四年之后 目前只想相互纠缠一辈子 而舒奇更坚称自己没有奉子成婚 这对金童玉女是在1997年合作拍摄电影 《每少年之恋》而传出绯闻 不过小两口总未正面承认恋情 后来两人的感情各有发展 舒奇曾与彭于燕黎明等人传绯闻 而冯德伦也曾与莫文卫交往 在冯德伦结束与莫文卫的姐弟恋之后 就开始不时邀约舒奇 这段期间两人曾在微博发布与对方的合照 但是坚持以朋友相称 这对俊男美女二十年来若即若离 感情世界较外人物理看花 如今终于修成正果 尽管婚讯来得突然 但依然获得大家满满的祝福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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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y bwd6